大家好 现在在广东省的开平 我们住的一个酒店 大概是这么大一个酒店公寓吧 这是卫生间 卫生间是干湿分离 床 沙发 铅材 这边有造具 可以自己做点饭 现在是听雨时间了 看着鱼打在玻璃上 走在这种小街巷上 现在去开平碉楼 去参观一下 南方的城市被雨水浸得更浓烈 在这个城市的街巷里慢慢游走 雨打湿了视线 打湿了前方的路 打湿了建筑 打湿了树里 也打湿了人的心 雨中会有一丝淡淡的忧愁 在这种氛围下去看 历史的一些痕迹 在这种小街道里 听着雨的声音 徐徐地开车前行 看着雨点打在车窗上 现在是雨中的开平 开平呢 当年也是很多华人 从这里远走他乡 后来有些人在海外艰苦努力 赚到钱以后 就回到家乡 再盖自己的房子 咱们要去的自立村 就有很多雕楼 电影《让子弹飞》就是在这里 取得紧 咱们在雨中 一边听着雨声 一边过去看一看 早在16世纪中叶 就有开平人 乘着木帆船出海到南洋谋生 这个走出去的传统也流传了下来 开平是著名的乔乡 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同胞 总计约有75万人 分布于68个国家和地区 并以旅居北美的最多 全市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 为乔卷及港澳台同胞亲属 这几天都要听雨了 在雨中看一看岭南文化的一些精髓 一些历史的痕迹 这已经能看到 两侧看到一些建筑 也有很老的建筑 不知道这种算是雕楼 应该不算 可能更老的建筑混搭在其中吧 好像左侧看到一个类似雕楼的建筑 看左侧有一个楼 当然是不是雕楼 这可能是个雕楼 可以进去看一下 这个叫唐口 藤宝镇美清一站 在车里看看 最终能在故乡建起雕楼的华人华侨 大多属于幸运者 他们通过小本生意 一点一点积累财富 并将这些财富带回故乡 建成一栋栋相间的雕楼 这应该是这雕楼了吧 这个雕楼这玻璃已经破碎了 一边听着雨 一边看这雕楼吧 咱们就一边走一边这么看吧 这还有木瓜 这不知道是谁的宅子 雨还是挺大的 这记录着历史 虽然这个历史不是太久远 大概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盖的房子 它距今也有百年历史 然后已经被废弃了 这些天赋的堡堆式的雕楼 并不是住宅那么简单 更是漂浮在异国他乡的奋斗者 在故乡掏下的一根船帽 听着这个雨声 看着历史的遗迹历史的痕迹 不知道这些建筑还能保留多久 看它这儿凋落还是挺多的 也是留下了不少老的建筑 百年前的建筑 看这也是一处凋落 这个叫唐梅里 在雨中看着岁月的痕迹 在广东很多地方都是桥乡 地处越东的梅州 潮汕都是著名的桥乡 但碉楼和其他桥乡的房子完全不同 这处碉楼锁着门 这是什么 祖序洪宫祠 这是祠堂 这是筹资建立的一个祠堂 后面的房子应该是新修的 看这碉楼的四个角上 还有半圆形的 像碉堡一样的小建筑 还有射击孔 因为当年这个匪患很严重 随处都是碉楼 随处都是这种 比较老的这种痕迹 有一些西洋的风格 在进处这么看一看 从下往上看 安怀 安居乐业 怀德未威 这个楼叫安怀楼 应该还住着人 学处可见这种老的建筑 你可以看看这有一处 这叫龙光里 这应该也是老的建筑吧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住 在风雨里看看这些老房子吧 这都是有岁月感的一些房子 村口还有榕树 这还不是榕树 这一棵很老的树 可以坐在这儿休息 呈凉 乡丑的味 这也可以体会出乡丑的味 这些地方 在广东也不算经济发达的地区 人们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 已经离开了这里 转到这条路 就可以看到这应该叫旅游公路 这种彩色的中间隔离带 藤口镇 西回溢山 这边两边都是稻田 其实这边能看到很多碉楼 这边又被称为碉楼区 可以看左上方 那里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 这就是所谓的碉楼群 今天这个还是挺有味道的 一边听雨 一边看碉楼 这是长安村 正前方 道路边上也有很多老楼 这道路两边开满这粉色的花斗 还有稻田 应称着古老的碉楼 这种树呢叫义木棉 又叫美人树 是木棉科 义木棉树 随处有这种老的碉楼和新的建筑 靠在一起 就在这个美丽的乡村路上 看着路边的花斗 地上掉落的发烂 感受岁月的变迁 谁处都可以看到碉楼 又在路边发现了一处碉楼 现在拐进去看一看 这处叫五福里 他这把这块盖成了这种乡村的小公园 这个地方叫五福里 好香啊 这有米兰的味道 这种的都是米兰 我对米兰是非常敏感 果然是米兰 哇塞 太棒了 对跟刚才那个差不多当行风格 也是四角 是半圆形的 估计是躲藏射击孔 是已经废弃掉了 开瓶式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这也算文物不可移动 在雨中 行走在乡间 还是非常的有意思 这里有鱼塘 有水稻 这真是听着鱼打芭蕉的声音 开瓶碉楼是一种中心结合后的全新建筑形式 继续在开瓶市前往碉楼的路上走着 虽然没多远 还有两公里 四分钟 到两边这个花好漂亮 开瓶碉楼放弃了老式房子的低矮和被动挨打的姿态 用高大和主动出击来宣扬战斗精神 两边是稻田 还有粉色的花朵 没有人割涌这种花 其实在道路两边还挺漂亮 雨好像还越下越大 不经历风雨怎么建起来 这叫兴人里大稻 嫩绿嫩绿的稻田被雨水打了 前面就是自立村 自立村就是开瓶市碉楼 原来是最著名的地方 自立村的名师楼就是让子弹飞 这个电影的取景地有芭蕉 在广东这片土地上更适合诞生像雨打芭蕉这样的乐曲 强雅村 广东省祖宅三一级 这一路在路边看到了好几处碉楼的建筑 下一期视频 咱们去自立村的明石楼等著名的碉楼看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